我们现在又来到了这一间 那天那时候我们来拍过了 他们那时候是还没开工 现在今天正式的开工了 不是正式的开工 已经开工了好久了 大概有两三个星期了 好了这间屋子呢 我们的设计师也在这里 他会稍微的跟我们介绍一下 里面有现在在做些什么东西 来 罗贝 哈喽 大家好 这边是一个洋房 所以我们这边做其实会很多东西 可是我们做的是要给屋主舒服 回来的时候 想坐在沙发就坐在沙发 看电视就看电视 就是这样简单 所以我们在这边 大致上做的就是把空调全部换掉 因为空调是蛮旧的 所以我们把空调换掉 换新的 所以位置大概是一样 可是你进来新家的时候 你一定要一个很舒适的环境 给你坐下来喝杯咖啡 看个电视 所以空调其实很重要 所以我们进来厨房的时候呢 厨房费它的厨是大致上是蛮新的 所以我跟屋主说 其实如果是新的厨房贵 觉得没必要换 其实可以保留住 对然后呢 我们就在这里会做多一台厨房 因为有说可能桌面用的不够 桌面的方式不够 我们需要更多的桌面的空间 摆咖啡机 摆煮饭的煮饭锅 那些我们就需要更多的空间来做 对然后呢 他们在这个房子 后院有一个小小的走廊位 所以走廊位呢 因为之前没有这个decking的时候呢 其实它的drop很深 所以觉得没有这样舒适 我们就放这边一个decking 你看这枕台在这里 所以它出来的时候呢 它不用突然间掉下来 不会跌倒啦 所以它这边比较舒适 然后呢 在尾端这个部分 另一屋主有小狗 小狗的话呢 不要把小狗跑到邻居的家 我们会在这里也是做一个矮墙 一个矮的门 所以它跟小狗就不会 这样容易跑到屋主了 所以这边你们看到 这里是一个楼梯啦 安全的东西是 我们要在这个 这个会不会在墙上 做一个握手 不然的话 老人家小孩子 上下楼梯会很不方便 所以有时候呢 我们设计的时候 你要注意到 人是怎么用空间来看 所以这个房子漂亮的一点就是 它有很多天井 很多灯光阳光可以透进来 所以在这个空间里面呢 我们是想要把这个小空间 做成一个写字座 屋主也可以在这边做工 孩子也可以在那边温习书 所以这个有灯光阳光透进来 很舒服的东西 然后我们先去除了房 对 你来除了房的时候呢 之前 来进去厕所的门位 就是在这边 所以我们很巧妙的 把门位封掉 在另外一端 开放一个新的门位 因为之前 你进门的时候 进厕所的时候呢 你看到第一样东西 就是它的马桶 所以谁会喜欢进去一个厕所 马上看到马桶 没有人会喜欢 所以我们要改装 进去厕所的时候呢 第一样看的东西 就是漂亮的设计墙 为什么这个墙这样漂亮呢 也是因为它有一个天井在上面 有灯光阳光打进来 所以早上下午的时候呢 就会有很漂亮的灯光打进来 旁晚用的时候呢 我们会在上面打一个TRACKWIDE 铁路灯 把它打上墙壁 打上设计墙 所以你早上也好 旁晚也好 你会看到 你一个很漂亮的设计钻在这里 对 因为他们这个利用了这个天窗的灯照进来 所以使得整个厕所很亮 所以也是省了很多那些电费啊 也是 还有这幅墙很漂亮 他们以这种砖来设计 然后有不同的款式 你看起来很特别 现在我们前往 前往这个是屋主的八八妈妈的房间 所以空间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这边其实就需要是他们要舒服住的 舒服住的开心 所以衣柜呢 空调其实是摆在我的右手边 天花板其实比较高一点点 可是我们也不要只是买一个厨 放这边 我们要把它巧妙的设计 把储藏的空间 用住它 对 然后呢 床注意在这里 所以看到这边其实有蛮多东西在这里 空调我们就移位 为了给屋主比较舒适的空间 没有将没有把它的房间 感觉像太热了 对 我们出来的 这个后院的时候呢 现在你看到是全部是傻 之前它其实是有那个楼梯 比较厚的楼梯在这边 一个座位在这边 而是我就觉得这样大的一个空间 只是放楼梯很浪费吧 所以把这边 扩大 把它拉到我当个位置 所以你还够足够空间 排一个咖啡桌在外头 所以会足够的用到这个空间 所以用的时候也开心 因为以前他们旧的时候也是有一些 那些木板啊 已经呈现了这边了 然后我们只是说帮屋主在加以的 把他的这个位置 扩到更大 以后他们可以在这边喝咖啡啊 读书啊 晚上会在这边吃东西啊 也是很方便 这个后院很 多了一个小小亭子啊 小后院啊 不是小亭子啊 好 然后主机小人可以种些画画操操啊 空间是蛮漂亮的啦 对 所以进来这里的时候呢 它是女儿的房间 所以现在我们在跑一个电线 因为呢 床位会在靠近窗口 所以他起来的时候 一看到就看到很漂亮的后院 然后呢 床的旁边就是衣柜 衣柜了 也不要忘记 小朋友也需要一个鞋子座 所以他我们会把这整个墙壁 放成为鞋子座 衣柜 它有一些啊 小玩具啦 它要摆设的 我们就用一个小小的空间 把它摆设出来 所以你一进门的时候呢 你看到一样东西就是很漂亮的收藏 看到一个很舒适的一个床位 对就是这样子吧 他们这个公用的厕所的设计 跟那个主人房的设计 也是大同小异的 全部用了同一款砖 同一款设计 你看 今天呢 来介绍这一间呢 是看它的进度 还有这个设计师 他也是在我们这边啊 已经很久了 所以他很有经验 他设计了好多那些 不管是海屋也好 不管是公寓也好 政府组屋也好 都有很多人很喜欢它的设计 所以我很多客户呢 也是专门是为了要找它 来设计的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了 这影片之间的介绍就到此为止 这间的设计师呢 他的名字叫Ropez 到时候呢 等他大概装修完的时候 我们还会重新的再来拍多一次 才呈现给你们看 好了 今天的拍摄就到此为止了 拜拜